会听到这个主持人 或者婚礼主任家讲这么一句话 今天很感谢 从世界各地赶来的亲友 对不对 今天有从巴黎来的某某某 这就一样的 有很多使领馆给我们拍点电报 表示祝贺 表示祝贺 这种面子不仅是看 因为刚说给人家看 是可以用的 怎么说呢 其实非常有通乡土中国 就讲了很多这个 非常清楚了 熟人社会里的 对啊 好像一个连移一样 慢慢一圈一圈出来 人轮 因为那个是要用的 什么用呢 这不仅是被人家看的 因为那个面子成为他的资源 他的身分 他以后可以用的 你有面子 你才能成为那个 社会里面的领袖 才能用 所以它是里面有一种 理性的成本计算 我们很多时候 还是花钱去买面子 比方说名牌 你看看同样一个包 三千块 三万块 三百块 那个三万块的就是面子 你背放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我要三万块买来 我自己都觉得值 旁边人 因为旁边人看你的眼光不一样 你用三万块的包 代表了你的身份的不一样 它完全超出使用价值 这个不就增加你的面子了吗 面子就是你的标签 你自己行走社会 别人靠什么来论断你 那这个就是等于是现在的生活的一个普遍规律了吗 而且还有一个 这个面子它等于是一种货币 面子是人际交往当中的货币 但是这个货币的币值 不像真正的钱一样 说一百咱没争议 有的时候很多矛盾 比特币 有的时候很多矛盾就发生在 我们对于这个货币 这是面子当然能用的 能换利益的 但是呢有时候如果两个人 对您这个面子的这个币值 有争议 矛盾由此产生 但是还有一方面 就像刚才子东讲那个 它不一定只具有一个货币的通行价值 它有时候有本身有内在价值 这个内在价值就是 你本身得到一种被尊重的感受 就是一个内在价值 就比如说 也许你今天穿了满身名牌 让人一看就看得出来 你会觉得人家 这变成一个通行货币 因为人家觉得 这觉得可以跟你做生意 你是有家底的 很可靠的 但是有时候他要获得的就是 由于我穿了这么一身 人人都认得出来的名牌 所以我去到哪 人家对我呢 就这个估价了 就有了就有了面子 就让我这个东西 让我本身心里感受上舒服 其实做领导的 做老板的 聪明一点就多给人家面子 因为这个货币是 最容易给人家自尊 给人家一点自尊 让人舒服点 其实你不亏 就算你不提拔 不加人工 你说几句好话 请吃一顿饭 人家也觉得受尊敬 否则的话 你就算给他加人工 但是你的态度这个样子 下面的人还是活到 比如说就像 刚才我说买奢侈品 你是为了要让别人觉得 瞧得起你 就比如说 有时候看到 我们的富豪穿的都很像 一定有爱马仕皮带 那个鞋一定是 Gucci的那个lover 就全身上下 对 你一看就看得出来 你一看就看得出来 那但是呢 很多人我记得 小时候我常听人说 真的有钱人啊 不需要那么炫富的 说这个你看人家 我小时候是 常听人这么讲 你看谁谁谁 生活很简朴 那现代人最喜欢传说的 其中一个这种人物 就是李嘉诚嘛 李嘉诚不是带一个 日本的很便宜的 一个钢表 带了几十年嘛 然后这是一个传说 另外一个就说巴菲特 住了一个小房子 是吧 然后上哪都吃麦当劳 那么比尔盖茨 最初不开 不坐私人飞机的时候 出门出差 是坐积极舱的 但是问题是呢 我觉得说这些话的人 有点无聊 他没有想过就是 一个人之所以 还需要穿名牌什么 就是因为他不能刷脸嘛 他就知道刷这个 那你说李嘉诚来了 谁计较他戴什么表 对不对 他的脸就比那个表 戴什么贵的表还值钱 对 谁都认得出来 你说的非常好 但是你得让我去广告 福特瑞界圆周派 广告之后见 李嘉诚是怎么样 我跟你讲 就像刚才徐老师讲那种 他是怎么给人面子 比如说你普通一个人 平常人约了吃饭怎么样 就没见过面的人 他约你到他自己写字楼上 自己那个小饭厅吃饭 楼下传报上去 说比如说窦先生上来了 你上去的时候 有时候就会看到 电梯门一开 他站在那等你 跟你说窦先生 久仰了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吃完饭送来 把你送出去 要是他在吃饭的桌子上 等你的话 你看这一步就差很远 但是就这一步 所有人都记得 所有人说李嘉诚是这样的人 给你面子 就是做到不应该 本来人家觉得这是应该 我去建一个高层 那真是中间几道船长 对 最后你见到 许言来了 哪里啊 当然不用这种话了 对不对 但是你看他这走出一步 对我见有的企业家 就说这一个宴会厅 李嘉诚吃饭 后来他观察发现 他在每个人的身边 都坐15分钟 就让你得到 平等的这种尊重 每个人都主动的 递名片给你 所以我就觉得 他就让我想起 度月生了 当然两个人 是两个路数 当年的这个度月生 不是在上海混吗 就讲三个面子 人生要吃三碗面 你记得是什么 体面 场面 情面 就是这三碗面 然后呢 你比如说 度月生 照顾 就说 当时啊 这个抗战胜利以后 四川发水灾 然后呢 那个时候还要参议会 四川参议会的议长 到上海这个球员 就说 那个震气灾民啊 给我们这个要钱嘛 但是当时的上海市长 叫吴国珍 这个吴国珍呢 这个软磨硬扛的 就给推了 推了之后呢 这个议长呢 就找到杜月生 杜月生就说 能不能就帮忙 杜月生就说 这个事 我可以办 他说 但是呢 我得让这个孔祥熙 当时孔祥熙 好像是司法院长 还是什么 他去找孔祥熙 他跟孔祥熙说 说孔先生啊 这个事情 震灾的事情 我来出钱 我来操办 但是呢 你必须你啊 来请这个客 来做主 你要带我出头 于是孔祥熙也很高兴啊 就请了这个议长啊 上海市长 吴国珍呢 这都在一桌上 孔祥熙就是说 哎 这个事情 一定要办好 然后呢 这杜月生 站起来说 说哎 有这个孔院长 给我们这个号令 小弟我呀 一定把这个事情 操办的 这个妥妥善善 一定要把镇绩 灾民的工作完成好 哎 那篇文章呢 还只是说 说你看这个 这个这个杜月生 多会给孔祥熙面子啊 让孔祥熙多开心啊 做善事 他做了实事 孔祥熙得个名 你觉得他是多 多给孔祥熙面子 其实我觉得 还有另一层 就是啊 因为这个吴国珍 把这个事给推了 如果我这个杜月生 接手过来去做 那不是不给 这个上海市长面子吗 但是我现在 把这个孔祥熙抢出来 哎 是他让我办的 这个事 你看 这个就是场面 情面 体面 这不都是照顾吗 对 那打点周到 很多这种故事啊 像有 有那时候 其中一个是 一个作家啊 搞电影的 反正有个事情 去见杜月生 去了杜公馆 作家在那边等 等了半小时啊 杜先生才出来 穿了长衫什么 他已经脸都黑了 那作家嘛 像我一样脾气不好 脸都黑了 想走了 然后杜月生马上 在他起来说 要走以前先说 就说给个面子 不要倒茶 我说话 我给我自个儿倒行吗 然后就说什么 你不给我面子 那梁先生 对不起 让你久等 我晚呢 为什么 因为你是写作 作家 文化人 我总要穿得体面 那我刚那个什么衣服 长衫什么 有点皱 我就请我那个工人 替我先运好 打点好 我才能出来见你 那个作家 当然就被他收得贴贴服服 后来写文章称赞他们 可是有时候当对方 他还给你面子 有点 有淡定 才能应对 我就敞过货 在一个宴会场合 李先生 我们刚刚李超人 李嘉诚 就像你说 每一桌要突然过来 坐了几分钟跟你聊 我没想到这样 他一过来 我们那一桌只有几个人 然后他就过来 坐下来聊 一坐下来我太兴奋了 嘴巴说我不稀罕 然后太兴奋了 李嘉诚坐我旁边 准备要掏手机拍 可是一兴奋 他来握手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李先生 我是你偶像 我学你粉丝 还是给他倒茶 好丢脸 我到今年都觉得 我是你偶像 然后李嘉诚怎么样 他就笑 李嘉诚 我说李先生 我还要讲 你还要我偶像 我说你是我偶像 好丢脸 从此我就觉得 给你面子 要倒茶 干啥 你这时候需要喝点茶 你得喝点茶 在乎面子是弱者 其实听下来 给人面子是真的是强者 你有面子可给 而且我们平常注意的面子 一个是钱 比方结婚 房子 车子 一个就是贯彻到 比如说名牌 衣服 什么 还有一个面子 我们说实在话 我们看别人看不惯 但自己常常犯 就是你会提有名人的人 有意无意的 道理很简单 恩格斯说 你的人的性格 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 所以你要是认识巴菲特 你要是认识李嘉诚 比方说他跟李嘉诚 坐过一下 这个马家会就不同了 对不对 这个马家会就不同的马家会 所以我们平常 我这常常警惕自己 但是看别人 这说明面子这种货币 还可以借贷 对吧 我可以借 认识文道吗 那是我哥们 不是借贷 那个是银行存款 那个是在银行存款 等于是先兑现这样 我谁谁谁 而且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时候 说谁谁谁给我打了个电话 什么 要我到长城去铺大理事 对不对 出如此类 就是说 其实想明白了 就是你说的 人为了自己的自尊 越是低下的人 越要维护自己的自尊 除了钱 除了礼物之外 认识名人 包括人家 请你托文涛 去主持婚礼 都是这个 你一个名人 进入他的社交圈 旁边的人 其实看得蛮清楚的 其实你说 他的朋友当中 会不知道这个情况 其实都知道 但是自己 我们包括 我常常有时候在想 自己是不是 有时候也这样呢 会不会有意无意的时候 我们写文章 引很多有名的人 是不是也在忽加忽畏呢 就是说 这个不是个前线 带着单单的这个问题 我真的 他刚才讲了 他的这个 这个没面子的历史 要是你们俩 就是敢不敢说 你们记得 因为这个可以了解到 你们在乎什么 就是说 你们觉得最没面子的 这辈子 最没面子的是什么事 或者说 哪一件事 让你觉得最有面子 你们能说来听听吗 我不能说最没面子 但我可以说 我最丢脸的一件事情 我一直是记得 那就是 第一个就是 我家里被抄家的时候 我父亲被他们 北京红卫兵拉出去 戴了个睡帽 在那里斗他的时候 我当时不恨北京红卫兵 我这个书里都写了 不恨他 那么这个是 假定说 这个是限于一个特定的时代的话 我后来还有一件 更丢脸的事情 就是我后来读了研究生了 我开始写小说了 然后我父亲呢 其实是有点啰嗦了 碰到一点事情 就跟人家反复的讲 所以他就把 发表我的文章的杂志 放在那个枕头下面 我已经知道 他反复跟人家讲 所以我跟我爸爸 所以我说 爸爸你不要再去跟人家讲了 你已经 所有来我家的人 都知道我徐子东发表文章了 你再讲 人家都觉得你烦了 我爸说 好好好 我绝对不讲 但有一次是中秋节 我记得我回去 听到他还在讲 我就一上去 我真的很不开心 我就一开门 是我哥哥的一个同学在 我父亲又拿出我的杂志 在跟他说 我当时就说 我说爸爸你做什么 然后我爸爸呢 这个帽子挥的 就好像很对不起我的样子 就是遮挡着把这个东西 我后来想想 我太不是人了 这是我最丢脸的一件事情 比我做什么事情都丢脸 他就这一点骄傲了 他已经睡在床上 他就是我读了研究生 我发了个文章 他就这一点骄傲 我连这一点都不给他 我这个觉得我是很丢脸 真是不要讲没面子 我真是很丢脸 我觉得我当时觉得 我爸爸要面子 他为了他拿我来做他的面子 我觉得这很可笑 我现在回想起来 是我自己的问题 完全是我自己的问题 这是我记忆非常深刻的 而且你愿意把它说出来 我现在意识到 我这个是一个丢脸的事情 对 你知道你能够在这公开讲出来 这就意味着 又类似于某种宗教情怀 就是你觉得 自己特别的一个耻辱 特别没面子 其实有的时候 如何解脱呢 如何解脱呢 在这个宗教里 包括在佛教里 就有一种叫发露忏悔 就是你愿意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愿意 当众讲自己的丑事啊 是因为你包括美国那种 戒酒俱乐部啊 很多心理症啊 就是你要在大家面前 口述治疗 把你觉得最耻辱的事情 讲出来 讲出来本身也是一种治疗 我本来觉得他被人家逗 我不能去救他是一个最大的思路 后来我发现 我现在一直回想他 他当时那种很歉疚 就看着我像小孩犯了错一样 把那个杂志王枕头下面塞的那种表情 这个真是我这个 你像是这么算的大错 类似的我也有 那都不能叫没面子 确实是觉得就是 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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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就记得我小的 我是很小的时候 因为我哥哥总是帮我打架 我的哥哥总是帮我打架 我记得有一次呢 有一个比我大的这个孩子 比我哥哥都大的孩子 欺负我 你知道吗 欺负我 然后呢 我哥哥总是那么勇敢 就为了弟弟 总是就跟他打 最后当然体力上打不过他 你知道吗 最后被他 骑在身上 一脚一个 我今天还记得那个画面 踩着我哥哥这两个胳膊 往我哥哥脸上吐吐嘛 哎 当时哎 就是我就站他身后啊 我就拿几块砖头 我就能把他给放倒啊 但是就是这个小孩就懦弱 就反映我这个懦弱 我咋大事 哎 这么小的事情 我只记一辈子 就是我到现在见着我哥哥 我就跟他道歉 我哥哥说 哪有这事 你做梦的吗 他完全不记得了 但是你看 这就是我觉得 好没面子 就是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羞辱啊 这种 所以这个也是愧疚 不是一般理解的面子 是愧疚 讲起来也是丢脸 是吗 也是丢脸 因为别人也没有 没有这样感觉 丢脸通常是在别人面前 我觉得有 在房间里的 我哥哥的那个同学 这个是我们家的好朋友 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 曾经帮助过我们 他当时就一个表情 就是说 你何必呢 就是说老人就是糊涂了 把你的小说 一再拿出来展览 你何必去训斥他 甚至是好像高深的说 你爸爸比较壮 我看他的表情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先 后来回想起来 我这是丢脸的事情 文道你觉得最丢脸的 能说吗 不是 愧疚是先不管 就讲实际讲丢脸 我来 我常常丢脸 这我都丢一惯了 都不要脸了 不要脸 说你这样 我觉得你 很简单 我觉得首先 你从来都是有头有脸 我觉得 不 你不能够了解我那种心理 就嘉辉可能听我说过 我总觉得做节目就对我而言很丢脸 这就丢人现眼了 就是 就是因为 卖身 怎么讲 因为我原来的愿望 是希望自己做一个 就是没什么人知道的一个人 就顶多写东西 但最好没人见过我 但是 这当然没办法了 然后第二个丢脸的事 就昨天才经历过 就去演讲 我最怕去演讲 或什么时候 那些主持人上台 先把我捧一轮 然后跟着 每次那种时候 我都低着头 所以我觉得很羞愧 他们每次说 梁文道 老师 我觉得那全部都名不服侍 全都是假的 我就觉得是 很丢脸的一件事 但是问题是 这就是我的工作 所以我天天都要承受 这个丢脸 有点像天天要卖身 人家旁边人 觉得你装得很谦虚 对 装 这就叫装了 但我真的是觉得很羞愧 我觉得 尤其我很受不了 每一句话 我都觉得有问题 你比如说包括在大陆 尤其在大陆 我们做那些演讲活动 那些主持 有时候还有套话 那套话包括什么 著名的文化人 著名的文化人 然后最后一句要讲 好那我们现在就让我们 掌声 热烈的掌声 然后老师给我们 带上思想的盛宴 然后每次到这 我就听 我都讲都还没讲 你怎么知道是思想的盛宴 也许把你饿坏了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俩穿衣服都能撞衫 他的这种心理我也有 但是我已经无耻者无畏了 就是我已经 向你多学习 往你的方向迈进 文道我非常能理解 就是说因为这种 我理解 说起来一般的观众很难理解 就是说 就咱们就在这 装疯卖傻 装疯卖傻 可是你知道 曾几何时 这个世界上 有另一种羞耻观 有另一种没面子 比方说 我打比方说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咱们今天呢 演艺界的人士 得到了最高的这个推崇 对吧 这是很好的 这明星 但是你知道 在旧社会 曾经有一个时候 细子 你是跟这个 怎么说呢 这个色情业的人 在一个社会等级上 就表着无情 细子无义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艺人的社会地位啊 就是你可能很挣钱 你可能非常火 也有大批的粉丝 可是呢 你说一个细子 你要嫁到一个 贵族的家里 这个就会遇到 非常大的阻力 就连邓丽君 你记得吗 当年跟新加坡的 一个家族的人 谈恋爱 老太太还是觉得 你这个唱歌的 你是不能跟我们 这个家族般配的 你知道 他你看 这在那个时候呢 以为出头露脸的 不出头露脸的 叫贵旗 出头露脸的 出来装方卖傻的 这在曾经 曾几何时 这是那么一种文化 当然今天改了啊 但是今天我认为 艺人的地位 有点捧得过高了 你们没有那么高吗 对吗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我很能理解 就包括我们身上残存着一点 就比如说 被众人所注意 在众人当中特别出名 这个本身也是一个可羞耻的事情 这个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能理解 我甚至在驰骋这个思维啊 你去看爱因斯坦的传记 我也发现很有趣 爱因斯坦呢 就正处于现代媒体社会 正在发达的起来的那么一个时候 所以呢 他这个相对论 他得了这个诺贝尔奖 一时之间呢 他成了红人 哎 那到美国 到英国 到各国 到哪 人们这个纽约时报的记者 或者码头上欢迎 他的人群 包括到上海 对 那就跟今天欢迎周杰伦 没什么脸上 就当明星 但是你会注意到呢 第一个呢 他一方面是挺享受 但也不一另一方面呢 也难免流露出一点 含羞待怯 甚至于呢 当时的学者圈 有很多人瞧不起他 就说我们是学者 他就是个明星 对 你怎么现在他成明星了 这在我们这儿 是很没面子的一个事情 你知道成了个大众娱乐明星 你太有识学者的体面 在那个时候 剧都在骂我们啊 前一阵那个谁 那个赫拉利 你知道吗 尤瓦尔赫拉利 上台的时候 我就发现 他就对中国文化有点 中国当代文化有点不适应了 一出来他就是说 我是一个这个这个科学家 还是说历史学者 历史学者 我又不是摇滚明星 我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去这种场合 那种灯光啊 太多了 就是你知道 中国我觉得真的是 就从综艺节目里 学到了一些好的 但是学到了一些糟的 就是说 你这个体面何在 比方说我们看到啊 就是联合国开会 或者说你们大学 国际上学者之间开会 那不就是个会议室吗 那该有记者采访 就加话筒 就很朴实的嘛 会议室 唯有我们当代 我国很多时候 不管是学术会议 还是新闻发布会 就像文道刚才说的 因为我做过多年 这个主持人了 就是说 现在我们有请 著名作家 马家辉登台 你还不能马上登台 光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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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 这像鬼子进村了 就那个音乐啊 然后呢 就声光化电 所以有点 然后哨作来了 就为什么 而且那个 就那个转 转球的 这时候在想 我怎么没得到 这种待遇 就不是 就转球的那个 那个灯啊 你想你一个学者 你来给大家讲讲历史 有的时候还找几个 那个穿旗袍的 我会把学术演讲 穿旗袍的也有 我都见过 我跟你说 把你架出来 这个也是我很难理解 我记得很多年前 有一回 我去一个国内顶尖的 西州国大学 跟另一个朋友去演讲 然后我那个朋友呢 就这个学校出来的 到他母校 我们一进门 我就昏了 我说今天这个活动 据说是学生会办的 就是学生自己主办的 那为什么 堂堂这么一间 国内顶级大学的 学生会主办的一场 演讲活动 请出一些女学生 穿得像酒楼知客一样 真的 然后把我们给接去 去送上台献花什么 我说学生 为什么不能就像学生 我陪你们一个校友 回来跟你们聊天 如此而已 我记得我们到 北大五院演讲 那气氛很好的嘛 根本没有这种东西 没有 他不一样 他待遇不一样 待遇不一样 人家 你们俩谁有面子 从这儿看出来 对 你看 为了我 或者为我那朋友 人家就换气泡了 对 没有 那我们拉着他一起去 碰到这种情况 我觉得难免 去任何情况 像你们刚说的 那种不记载的感觉 那我一度也有 后来我发现 我只有两个方法 可以让自己变得记载 第一个是说 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 比方说别人介绍我的时候 别人其实也 不是不一定讲真话 而介绍你的那个人 也知道自己不在讲真话 他可能没时间准备 所以大概搜索一下 然后就讲个套话 然后观众所谓粉丝 也没有他当真 也没当你是著名文化人 他可能就是一个标签 就当我觉得说 至少我这样告诉自己 你干嘛当真 我觉得大家有时候 只是一个套路 你说的这么一本正经 你以为你一本正经 谁都知道你就是装 对不对 然后他也知道 你们知道我是装 我们也知道 他知道我们在装 对 你没办法 沐昕说嘛 我们讲过好多遍 骗子骗骗子 对不对 我在骗 你知道我在骗 你也在骗我 我也知道你在骗我 骗子骗骗子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知道自己在装好 还是不知道自己在装好 我觉得事实情况是这样的 就是装和不装 不是两张皮 而是说人是个处境动物 人是个情境动物 这个表演学 就可以解释这个问题 就是真听真看 真感觉 真听真看 真感觉 你知道 有时候我们要警惕 有时候我们在群体的场合 特别容易失去自我 就是你确实是真的 因为如果周围一万个人 都在冲马家辉欢呼的时候 你冲他欢呼 似乎也是很发自内心的 因为你受那个感染 就真听真看 真感觉 但是呢 那是你的真实吗 不一定 可能散伙了之后 你就知道 我为什么要冲这么个东西 这样 是不是 它就是 它是这么一种感觉 所以这个人啊 真的就像是 一天穿行在几个话剧舞台上 假如你说到处境 有些处境 我觉得应该装的 我最近有一个感受 是什么处境呢 在家里 比方说我回到家嘛 不要放松嘛 跟我太太讲话 跟我小孩讲话 有时候特别跟小孩 年纪也不小了 其实有些矛盾冲突 那我后来最近领悟 我应该装一下 比方说我出来 跟其他年轻人 也是二十多岁的 九零后 不会那么冲突啊 OK 因为我装着 聆听他们的感受 装着不批评 不会瞧不起 不会取笑 我就装着就好嘛 然后我对于我女儿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太真了嘛 我一听我就觉得 你这样不对嘛 你这样不好 家庭和睦 其中一个要做的事 就是要装 对啊 我觉得 对家人有些 我们很容易忘了 有一期要装 没错啊 回去对于我女儿 我装一个 好吧 我装一个关怀的人 聆听的人 关心的 支持的人 不要变成一个真实的 那么紧张的老爸 我对于我老婆 装成一个好老公 对不对 老婆命情不说真 对不对 我跟你说 在这个意义上 装啊 功德无量 人类的文明 本质就是装 装出来的 但是要不装 怎么着呢 动物了 那就是动物了 完全不装 所以就过去文道 有个观点 我很同意 就是我们曾经 有一段时间呢 这个假大空的东西 比较流行 所以作为一种逆反呢 有人提出 我就是真小人 真小人好过伪君子 但是我觉得 这不意味着 我们不应该去追求 真君子 就是说白了 这个装就是 你到什么山 唱什么歌 对不对 你到哪儿 得扮演你合适的角色 就等于是说 人家油腕 荷兰利 一个学者 他不应该以 摇滚明星的范儿出现 他其实是 每一个场合 每一种情况 每一种关系里 人 人都在 进入角色 符合你自己的本色 这个就是不装了 对不对 这个就是 就做人了 而且要崇拜 不单单是真君子 就是君子 而且真小人 也不一定真 对 张爱玲一直讲过 他说 他的后母 他爸爸 找过一个年纪 比他大的一个女的 其实是封城的女子 帮他做衣服 做了衣服以后说 你喜欢吧 然后张爱玲说 我爱你 他说 我说这个话的时候 还是真心的 所以他后来一直后悔 他对着这么一个女的 说我爱她 但是他说的是真心的 所以人有时候真心 就像你说的 其实也是一种情境 对 对 所以说 对 这个有的时候 流氓都是装的 你知道吗 来来来 在装与不装之间